4月3日 中央政法委长安健发文强调 张继科刷屏 要查清三件事 要查清有没有人违法犯罪 要查清有没有人造谣诽谤 要查清有没有人浑水摸鱼 可以说 长安健的这次发文十分关键 也提到了事件的重点 涉及的三件事中 第一个是审视张继科本人 第二个说的爆发这个新闻的人 第三个是各大营销号的造势 和无端猜测层流量 每一层集都有说到 对此 55岁的著名作家宋祖德 表达了个人的看法 他觉得如今政法委已经出手了 这意味着张继科即将面临两种结局 估计警方很快会介入调查了 一般中央政法委发生后 警方很快就会介入 如果张继科没有赌博 那就还他一 个清白 如果张继科确实赌博了 如果情节严重 那真有可能要坐牢了 真不希望张继科成为第二个吴亦凡 可以说 宋祖德的这番话十分客观到位 因为当下网络环境十分混乱 各种信息不对称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的确让人无法辩明 唯有官方出手才能得出真相 张继科事件的来龙去脉 也很快能水落石出 现在大众还是不要偏听偏信任何一方 也不要被营销号带节奏 等待有关部门以公正的手段查证 还原事件真相 当然张继科事件被爆出后 之前和他签约的品牌方 纷纷宣布终止与他的合同 倘若事情参假 品牌方不可能无缘无故解约 因为真要是不存在这些事 品牌方也是要付给他违约金的 记者爆出的欠条上不仅有签字 还有暗的手印指纹 此外 到目前为止景田方面都没发话 这也很值得品味 如果这是而是假的 景田应该已经发出律师函了 总之一句话 真的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各行各业的名人公众人物想明哲保身 还是应该截身自好 为社会树立正能量的典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